台电为了协助 进入微水利计划 更具备有发电和应用的效益 2020月份开始 投入了专业技术的人力 不仅量化出设备规模 预算 发电能量 同时可以实际运用在社区的 食农和绿能教育上 并且作为社区公益的防灾电能 成为了台湾农村首例的 微水利电网 台电公司有建于 花莲农村矽谷实验室 在南华的福惠有金农场 展开的微水利计划 已具出行 但万事具备指倩东风 因此台电 挹注了专业的设备 人力协助民间来发展微水利 2020年2月份开始 把东部发电厂研制的 川流式微水利发电设备 架设在福惠农场旁边的水镇 经过半年的测试 运用UPS不断电系统 UPS内有电瓶 可以稳定供电 尾水利的话基本上 大概就是100千瓦以下 就是这样的尾水利 那我目前发的电网 因为寿线已经有两个水道 大概只能够花点点 不过尾水利的话 像这种场域来讲 我们可以进入基少成多的话 串列起来变成一个小的无电网 那从我们利用大利用机 那以后的话 甚至我们也可以设立一个充电座 让手机没有电的话 可以立即来充电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如立一个电网来讲的话 以后就是说停电的时候的话 它防灾性的一个楼件 配合这个维水利计划的浮汇农场 很肯定台电的专业技术 更高兴维水利发电 可以对社区带来帮助 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是一个初级的一个规模 那个时候呢 其实说实在的 水保机愿意进来帮忙 我们来做这个实验 让我们在农村绿能上面呢 能够做一些的发表 能够做一些的探讨 证明了这个是 水晶除了灌溉以外 它还是可以做什么 发电用 所以当时我们存的电量 发电的电量 没有现在 但由台电进来以后 台湾电力公司进来以后 它是非常专业的团队 水轮机 就是以现有市场上买到的古风机改装 那它以专业的团队进来 我们的电力提升了 已经提升了很高 那我们那时候只是用电瓶发电 用瓦斯炉来烤面包 那等于是它的电子点火 跟照一个5瓦10瓦的LED灯 那现在我们可以用来爆爆米花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 我们的电流已经加大 我们的发电的能量已经加强 那我们的纯电的能力呢 也加强 24号上午台电东部发电厂 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并且把这一套发电设备 赠送给南华社区来使用 台电也把这一套发电系统的 设备规格清楚公告 让更多农民或者是社区民众 可以自行添购设备 来进行围水力发电 介统会转商报导 音乐 商民传想 并且有纤约需要